开始讨论内部 是不是要推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我的确有感受到党内 那包括甚至于我们自己 其他有党的一些朋友的鼓励 临场所终于松口 选2018台北市长 被纳入他的生涯考量当中 不只因为基层劝进声不断 也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两岸路线 和时代力量完全没交集 的确是因为说里面上面 好像跟柯市长在国家定位上 有一些不一样 有蛮多劝劲的朋友 是看好我们的这个爆发力 我自己也不断的在思考这个问题 党内都同意 就是民党如果不推人的话 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人选 北市选情上演大乱斗 毕竟时代力量和民进党 以及柯文哲票源多有重叠 除了柯P积极盈盈争争取连任 还有姚文志 吕秀莲力争提名 苏焕志脱党喊出参选到底 诸多变数都可能影响 林长佐的最后决定 不过身为时代力量 台北市党部主委 林长佐早就扮演起母鸡 带着议员参选人 跑贪跑得很勤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最不希望看到 就是说选到最后 是国民党愚弄得力 背负独派期待 但林长佐最大考量 不愿蓝营得力 回顾2016年选立委 实力还请柯文哲站台 随着对两岸路线看法分歧 双方年底有可能变成打对台 三连新闻 孟宝宝山清 特别的 高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